那个写完的东西放哪里 你要记得我们前面是New一个Java的Project 这个东西它是放在你的这个Workspace里面 所以你要找到Workspace 你记得我的习惯是File里面 有找到那个叫Workspace Switch 这个Workspace里面的那个Other 你的路径就放这里 因为每个人放的不一样 那你可以把这个路径记起来之后的话 再到你的Furder里面 去找一下你的那个路径 也许我习惯是把这个贴上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建的专案在这里 里面的那个Source Source就SRC 那你的Class在哪里 你的Class在病里面 所以你打开来 我们刚刚210就这个 所以它一定是个Java 210.java档 如果将来你那个打开来 其实它就是里面的Source 当然你也可以 如果说将来 你们测验的时候 你需要更改名称 你就自己再重新命名一下 把它复制到别的地方重新命名 那如果需要那个Class档的话 Class在这里 BI 病里面 那这个Class 因为你只要RUN过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把Java compile成那个Class 所以以后你要在这边找Class档就可以了 OK 大概是这样啦 那我们这个 这一次的上课 所有的东西呢 基本上都在云端上 那请注意一下就是 我是放在这个网址 那你们可以 反正就在测验之前 你们我都会 这个都还会在啦 那你们自己在上面看 那当然除了这个Java的证照考试之外 我还有放一些很多其他的东西啦 那你们有兴趣自己看一下 还有在我部落格里面有很多 延伸性的 如果你想要学 因为我Java除了Java之外 还教很多其他的程式语言 几乎大概都有教过啦 你可以想得到 商用的大概我都有教过 所以涉猎的其实还蛮广泛的 Java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那当然我是觉得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基础 可以把它好好学习 那另外我们这一次上课的所有的动作啦 我都有把它录下来 而且有把它放YouTube 也寄给你们了 那其实那个连结里面就是一个频道嘛 不是一个 我的频道里面的一个清单 那那个清单就是我们上课历来录影的东西 那当然有时候没有那么多时间 因为其实说真的喔 你要慢慢讲也可以啦 可是我们时间不够 所以我只好用有限的时间 把需要讲的跟你们讲 那至于细节 我指了一个方向给你们 最好是你要一行一行慢慢自己call啦 这东西都要自己call 然后我没那么多时间 所以我就直接把完整的source给你们看 不然我要慢慢讲 哇来不及 光讲一题可能讲一节课 那那那么多时间 我没有十题耶 所以大概就是先讲到这里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可能喔 就是你们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当然喔 欢迎各位可以看用mail的方式 或是其他方式啦 OK 那就先到这里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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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